一个男人穷到要命 还有女人愿意嫁给你 和你在一起 最起码那个女人 贪的不是你的钱 在我的课堂上 有一位男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和他的太太在一起五年了 不久前 老婆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然后他就在WhatsApp里面 就一大堆的出口 乱乱骂那个女人 总而言之 就是全部的错 都在那个女人的身上 其实我们把事情看回来 这位男生 这五年来 他跟你在一起穷 即使你再没有前途都好 但是我相信当时 你和你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都有给予她足够的关心 但是有可能到了第五年的时候 你没有前途就算了 你连关心也没有 你太太会想的嘛 如果关心也没有的话 那就选择物质咯 身为男人 有时候自己 必须要反省一下 有时候很多男人 最喜欢唱一首歌 我妹那种命啊 她妹到底看上我 我没有那样的命水 可以遇到好的女人 我的老婆 跟别人跑了路 我的老婆 贪钱啊 跟有钱人跑了路 哇 你讲到哦 好像哦 你非常光荣这样哦 你难道不可以检讨一下吗 她为什么会跟别的男人跑了呢 为什么有的比较穷的男人啊 可以找到很漂亮的老婆呢 为什么 她的老婆就不跑呢 而且 她可以帮她老公出面 处理生意啊 处理大小事物啊 那为什么你碰不到呢 你就天天成为一个愤青 怼天 怼地 怼空气 怼老婆 老婆会跑 也是应该的 如果换成我是女人啊 遇到你这样的男人啊 我也是会跑的 很多男人喜欢说句话 你能离开她 是因为嫌弃她没有钱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 多数的女人啊 90%以上的女人啊 都不是非常物质的 你试试想省一点点 她当时愿意嫁给你 你也是没钱啊 那为什么 多年过去了 她要选择跑掉呢 只有一个原因 在你身上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在你身上 找不到为何 要长期跟着你的理由和希望 那个理由可以分几种的 你的上进心啊 你非常爱她 你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啊 另外一半 其实要的是安全感 男人啊 你可以出门打拼啊 你可以出门打工啊 但是不要让你的老婆 三天啊 五天啊 都找不到你的人 等到老婆好不容易 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啊 你还觉得 她在查岗 其实身为男人啊 你要告诉你的另外一半 你在做什么 你在努力工作 是为了给她好的生活 她如果听到你这样讲 她肯定非常开心啊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很难去交代嘛 所以你想要维持好的婚姻关系 男人给助女人安全感 是非常重要的 女人信心你 打电话给你 不是要去管着你的自由 她只是想要找到那一种 不管两人分开有多远 她一回头 就能找到你的那一种安全感 只要她需要你 你一直都在 女人爱你 她在乎你 才会这样的 所有的男人啊 一定要知道 你身在福中 要知福 大家共免治 唯一能看到使用财商创业成功 讲述自己经历的老板